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冬游记 但是今天的冬游记应该算是一期特辑 我们用它来重点回答观众朋友提出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比如说,有观众问 下不去上海,现在究竟还需要PCR检查检测吗 我的回答是,不需要 在上海啊,已经看不到疫情的影子 当然,戴口罩的比以前多了 除此以外,你根本看不到任何当年测核酸的设施 港庭,房层医院,检测链,通通没有了 这一幕已经从上海消失 恐怕也很快会在全国消失 不但在表面上没有 你跟上海人啊,聊起来 大家也都是一种 非常奇葩,非常奇怪的一种表情和心情 好像这事啊,没发生过 但又不好意思说,悍然为发生 好多人啊,扭扭捏捏 说起那一段经历 不敢敞开了心肥疗 那这次的上海,我也见了方方面面的很多朋友 比如说,有一个饭局,就特别有意思 我上一期节目不是说了吗 说中国的小孩和美国的小孩相比啊 美国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怎么怎么样 说上海的孩子和北美的孩子相比 人家基础打的就是好 就是牢 但是啊,那个饭局有意思 也涉及到今天观众问的疫情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啊 当时请客的是个女领导 上海市政协方面的一个女领导 请客吃饭 然后呢,我为了跟在座的美国人解释清楚 政协是干啥的 我就说啊 这是中国的 参议院 但是旁边上海市的其他领导 就开始胡乱发挥 为了解释清楚 这个女领导如果放在美国是个什么职务 有人说 她就是中国的佩洛西 哎呀,当时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咱也不知道领导是不是喜欢佩洛西 因为绝大部分人啊 都还恨佩洛西 因为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就是她串访台湾造成的嘛 哎,我在那里正思想斗争极其激烈 还没有想出来怎么应对呢 在座的几个美国人啊 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中学生 马上就说出来一句话 说您最好别是佩洛西 我们美国人没有人喜欢她 哎呀,说这句话以后 我还来不及友邦惊诧呢 上海的领导高兴的是哈哈大笑 你看美国人很直爽 有时候也挺招人喜欢的 大家不把她当成佩洛西 太高兴啊 她马上把这个美国人给叫到身边 坐我身边来 坐我身边来 我了解一下你们美国人到底咋想的 哎,你看 很多时候直率啊 直出凶逆 是能讨别人喜欢的 不一定非得 汤王补缠黄雀在后 不一定非得 搞出那一副 本来没有这么成熟 非得表现出 假成熟的那个劲儿来 这是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啊 我就问在座的诸位 关于疫情 关于疫情 当然他们也提到 他们认为啊 上海本来是完全有能力 搞定的 但是 为什么后来搞成了 封城 封城这个德项 搞成了上海人心里难以抹去的创伤 主要原因啊 是上海要讲政治 要和全国保持一致 那就是不是往高了比 是往低了比 往傻了比 往笨了比 往二了比 所以导致了上海当时出现了这么野蛮的疯狂 封城 那其中还有些 给我讲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例子 他说一开始啊 政府没说要封这么长时间 说现在疫情紧急 咱们啊 先一个星期比较特殊 咱们就不要出门 然后政府给你配送物资 都不准出来 一开始大家还乐呵呵的 还不太在乎 还那里还在那里乱开玩笑 一个星期以后 这个通知啊 没有人说解除 疯啊 就接着搞下去了 这一下大家就慌了啊 怎么不是说好一星期吗 怎么来这个 这来假的 蒙我们 但是你看他就是这样啊 一开始说的是一星期 但是后来他没解除 一直拖了三个月 这确实给很多人啊 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因为一开始很多小区 他只准备了一个星期的菜 甚至有一个朋友啊 他们为了照顾自己的父母 买菜就是买房子 买到了一个小区里的前后楼 只给他丈母娘 老丈人买了一个星期的菜 觉得一个星期没事 结果 一个星期以后搞不定了 老人也不会用抢菜软件 他只好帮着他们抢 抢了以后还不一定能送到 那是非常非常的被动 在座的还有上海市旅游界的一个大佬 搞旅行事的 一开始没当回事 员工也没遣散 接着发工资 到第一个月以后就停不住了 没有客源 而且往后看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旅游 才能再恢复客源 只好把公司全部遣散 原来五六十人的公司 遣散到了只有三四个人 其中一个还是他老婆会计 没有遣散 其余的都让他们滚蛋回家了 所以很多公司在那个时候 是灭顶之灾 尤其是旅游行业 那是基本上是斩草除根 连根拔径连根毛都看不见了 旅游行业受挫 是最狠最狠的 但是不要以为疫情过去就没事了 很多公司不是疫情搞死的 是疫情结束经济反弹的时候搞死的 那在座的朋友就给我讲了个故事说 也是搞旅游的 搞旅游的 疫情期间砍掉了很多人 也是一百人的公司 而且是大型国企下属的这种旅行社 都砍光了 留下几个人撑着 终于疫情结束了 大家感觉到经济反弹 而且会是那种报复性的反弹 那旅游行业有个什么规矩呢 就是他们拿机票 是从比如说国航 比如说海航那里 他一把把票都拿下来 比如说五折 他把这50%的钱 他得先给国航或者是海航 那帮家伙是文赚不赔 剩下的你能卖多少价 是你的本事 卖多了你就都赚着 卖亏了你就得亏 这个时候有人开始豪赌 说旅游复苏了 很多人包机票 一个飞机一个飞机的包 包下来说去欧洲 这飞机我全拿下来 这几天的航班 万万没想到 疫情是恢复了 但是到海外旅游的 没有恢复 票全砸在了手里 这种情况是最坦的 那就是疫情没搞死他 疫情结束以后 这种不确定性 或者压保压错 又死了一大拨公司 所以很多人 这两个方面 导致了旅游行业 以及很多其他的方面 那是一个损失惨重 那是叫一个鬼哭狼嚎 当然现在还有撑着的 一百人捡到三五人 最后捡到就剩自己 这种情况也是不少见的 这是上海疫情防控 我们听到的很多有意思的消息 当然我在饭桌上 趁着喝大了 我也问他们 我说现在都知道清零政策肯定是错了 肯定是错了 对于那些小粉红和老子红来说 他们会不会因为改变对好多公共政策的立场 他们说这不一定 任何事件只要能发泄出去 他们才不管目标是不是正确 那很多人还是咒骂美国 觉得美国是万恶之源 如果不是他们乱搞 我们的防疫有这么被动吗 他们很多人是这种心态 那还有就是面对当时这个情况 如果大家复盘的话 想想如果你早知道 上海很快会封城 你会不会在上海待着 相信党相信政府 没事 上市先听信步 你会不会 其中有一半的人的观点是 我去要早知道会那样 我骑自行车不行 我也得走出上海 不能受这个罪 太难受了 有一半的人说 不到这一天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会得出怎样的结论 我觉得这帮人真是政治水平高 都上海封城 都封城这个德性了 他们仍然觉得这个东西再来的时候 自己持什么态度 还不敢肯定 后来我又把问题问得更极端 我说你看 没想到的事情都发生了 谁能想到上海这么一千万人的大都市 会封城这样 对吧 大家的生活停摆了 如果台海一旦发生危机 打起来了 上海肯定是美国和日本和台湾 针对的目标 因为这已经被很多人推演很多次了 那就是大陆打赢台湾没问题 因为体量不一样 肯定能赢 但是台湾也有不能打趴下你 但把你局部打瘫痪 把你伤筋动骨的能力 台湾也是有的 那当然首去一指就是福建 还有上海 进吗 那个巡航导弹轰轰轰就过来了 是不是 我问这些领导 我说 如果台海这一天发生这个情况 你们怎么办 上海怎么办 你们会不会跟听到疫情这个事是的 赶紧跑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上海的领导 非常的国际眼光 也非常了解国际战争的最新动态 他说 他们说如果中国和台湾干起来 台湾开始攻击上海 他们的做法 说就跟过年看放炮仗似的 我们就不动了 肯定没我们什么事 我说你怎么敢缺点没什么事 他说这要感谢美帝 台湾都用的是美国的技术 现在都是精准制导 指哪打哪 想干谁干谁 不是狂乎乱炸 是民窟 平民住宅 办公楼 给你炸个歇班了 那是俄罗斯的做法 美国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到时候 他们爱炸哪炸哪 比如说他炸了上海的军区 他炸了上海电视台 炸了上海广播电台 炸了东方网 炸了肯定炸不到我们 我们就在家待着 肯定没事 这个回答令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 eye opening 非常的感觉到 对这些领导的认识 不一样了 所以上海人民真的是 咱也不知道 是福也 还是货也 就因为上海太重要 所以中央盯了特别紧 搞了三个月 完全没有必要的疯狂的封控 你看隔壁的南京 没有进入中央的法眼 南京只搞了一个月的严格封控 剩下的其他时间 老百姓爱干啥干啥 所以提起这个了 南京的司机 南京的普通百姓 都觉得特别自豪 上海搞成那个德行 你看我们南京人 你看我们江苏 科学施政 民生为本 做的就是好 从这个角度讲 你生活在大城市 有些时候 确实还不如小城市来的 生活自在 管控的没有这么严 我相信那个时候 在什么尔海 在什么海南三亚 肯定比北京 上海广州这些 管控的更松 事实证明 丝毫都没有必要 很多时候 你选择居住 生活工作 这里面的变量太多 做出一个科学的决策 那真的是不容易 那三云越 上海人 算倒霉了 那我在饭桌上 听的最奇葩的一个经历 是一个国企的领导在做 他说那天 宣布封城不准动的 那个时候 那就跟美国玩游戏 那个tag 互相有点捉迷肠 一碰到你 你就不准动了 那个tagging game 他正好回到家 办点事 想回单位 结果宣布 就地不准动 在家的就在家了 在办公室的同事 也不准回家了 就地解决 公司派人 准备吃的 准备睡的 都不准回家了 现在想想 他们觉得自己 既可怜 又好笑 那还有一个观众问 说你说天明广场得预约不让进了 没想到 那意思就是说 不能像小时候那样 夏天到晚上 可以坐在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 乘凉砍大山了 不能那样了 这个问号 看得我是瞠目皆舍 当然不行了 这都什么世道了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这是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当然不能像原来那么自由散漫 还敢坐到英雄纪念碑 台阶下乘凉砍大山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不但不能坐那砍大山 路过都不行 不准停留 只有一种情况 不需要检查证件 就你在机动车上 轰隆轰隆 鱼贯而进 鱼贯而出 可以 你去进行车也好 步行也好 都有人查你的证件 另外 天明广场 最近的东西 应该是中山公园那一站 那几站地铁都不开了 地铁你不能在那停 所以必须开更远一些 王府警什么的 到那你下了地铁才能慢慢往回走 所以这一切控制 那都是非常严的 实际上你不但不能聊天 砍大山 你就算拿了证件 预约好了 进了天门广场 我问大家一个事 你敢在天门广场打太极拳吗 你敢 冥想 meditation 是吧 冥想你坐那儿弹个腿 你在那里听听音乐 休息一会儿行吗 我告诉你 你坐下去 肯定不超过三秒钟 就有人来 把你拖到附近埋伏已久的面包车上 直接拉到北京市公安局 问你啥情况 把你身上带了啥书 是吧 你这个动作 太像某某功了 铁定了 你是不准在那儿静坐 不准在那儿盘腿盘膝而坐 不准在那儿练功 不准在那儿打台积拳 都不行 这些大家要做好准备 你千万不要说我试试行不行 你试试啊 轻则警棍抡到你头上 重则给你拉到一个地方 人这个神不知鬼不觉 你也不知道在那会发生什么 所以这些事情不要试 一切听从党中央国务院指挥 听从国安干警指挥 啥也别动 像孔子说的那样 人生的最高境界 不是孔子 庄子 庄子说过嘛 学耀友里面 道德经庄子里面都说过 人生的最高境界 叫形容枯稿 呆若目击 这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 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 当然最让我动容 最让我感动的是 另外一字留言 他是在一跃而下的青春那一期 就是讲中小学 床户都夹这个护栏 房子孩子跳楼 他流了一段话 说我初中的时候 因为作业写不完 经常想跳楼 但每次都因为我家一楼 那个阿姨 和我们家关系特别好 我舍不得搞脏她的院子 哎呀 你看这个真的是 这位观众 是个好人 是个善心人 底下一位领导的回复 更让我感动 他说 这个阿姨的友善 拯救了你的生命 不要吝啬 你的善良 我们发出的一丝微光 可能在关键时刻 是别人的太阳 实际上我们每个中国人 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在中国生活过的 谁没有那个 在学校的时光 那种被学业压得传播起来 前途迷茫的一塌糊涂 所以很多人 都有某种程度的 心理的问题 很多人都想到 最好一觉睡过去 不要醒了才好呢 哎呀得忙着考大学 各种各样的竞争 十分的惨烈 那这位朋友提到的这种情绪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但是不要让这种情绪 在你的心中滞留太久 因为 谁是真正的强者 谁能赢到最后 就是谁能挺到最后 一定得挺住 我觉得这一点 比任何 摊花一现的成功 比任何让人欢呼雀跃的那种虚荣 都要重要 当然 Be kind to other people Show your kindness 你对别人友善一点 对别人友好一点 给别人一点希望 给别人一点阳光 给别人一点友善 不要轻易的去斥责别人 怀疑别人 打击别人 因为对别人好一点 他心里就多一份生活下去 多一份脸上增加笑容的动力和信心 我听到一个心理咨询师说 一个特别精辟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一生当中 很多时候 总是觉得 每每遇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你总是有出路的 说极端一点 你如果受不了这个学业压力 你不一定非得上 那个所谓的酒吧玩摇摇嘛 那个学校培养出来 也有很多人就是个傻子 如果你和你的父母关系将到一定程度 关系处到了一个 让你从头到脚 从内到外 那种受伤害 那种被压迫 那种没自由 你也可以和他脱离关系 法律上都有这种途径 但关键的问题是 你要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有自己挺过去勇敢走下去这个能力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当然我的节目里 也有很多的细节 被观众评论为太土了 比如说机器人送压刷 说美国六七年之前就有了 但很遗憾 我去美国的时候 通常在美东地区转 华盛顿纽约波士顿 我还没见过 住过这么久酒店 我没见过 据说在洛杉矶旧金山 早就已经实现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中国更新换代 细节优化的能力 我觉得是出类拔萃的 这一点真的是没得说 还有汽车里语音控制这一段 有观众说你太土了 美国早就有了 我家车上接的是Amazon的Alexa 是跟智能家居购物全联在一起的 比天朝的简单语音智能强大得多 这可能是我也没见过 我也没用过 但是我的感觉当他说一句 李阿迪说小低 放手歌放手什么歌 他马上就能放 而且他面前的大派的上面啥应用都有 我真是觉得 对乘客的方便程度 那是无与伦比的 我甚至看到一些视频 很多乘客在车里现在能上卡拉OK 边坐车边上卡拉OK 甚至这里面也冒出了很多 非常出色的歌手 有些民间的歌手从里面冒出来 那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今天我节目就是重点回答 观众在留言里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跟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更多的留言 我还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比如说回中国 要不要把美国的手机带回家 怎么用 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觉得都有和大家分享的必要 欢迎您留言 既说一说您的看法 也提出您的问题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